几分钟就能管做小朋友 你们信吗 对的 我们今天联合了青岛公安 和我们一起来做个测试 那咱们开始吧 走吧 你看 现在浩然一起接近小女孩 妈妈去找宝妈掏镜 鱼都是宝妈生的 所以没有防备心理 对 你看 俩人很快聊的 热乎朝天的 浩然呢 故意从宝妈眼前 推走了小女孩的车子 小女孩呢 回头看了妈妈一眼 接着毫不犹豫的去追了 而这个宝妈呢 丝毫没有发信 这就是问题 对 我们经常接到孩子 走失的求助电话 我们是有能力找回来的 但是就怕在这段时间里 孩子出现安全问题 对 回来了 小朋友 你不怕有危险吗 就跟着他来了 因为 因为他是小孩呀 没发现吗 没有 至少看看他多久能发现吧 还没发现呀 给他教你点难度吧 行 我给妈妈发个信息 来 先让妈妈 收到希希了 走了 坐过来看 哎 他回头看了眼报 又在这看手机了 哎 发现了 那我们过去吧 好 希希 谢谢 妈妈 你还送给我的礼物 哎呀 你去哪里呀你 哎你好 你孩子走丢了二十分钟了 你怎么才发现呢 如果说我们都是换人的话 这孩子现在苦怕已经遇到危险了 要不是你们套路他 他能跟你们去吗 可是换人比我们套路还多呀 你这孩子 哎 这个孩子可没关系啊 大多数孩子走失都是家长监护失职造成的 哎 你看这两边是我们的这个摄像小哥啊 我们就是目的就是教育家长们看孩子 不要让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 我们总觉得危险离我们很远 一说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以后不要跟陌生人走了 建议您下载反战中心APP增加防范意识 谢谢你们